第六课 电梯里的一分二十七秒 词语学习 秒 难受 幸运 令 陌生 打交道 尤其 上司 预见 压力 包围 微微 上升 部门 具体 调查 支支呜呜 汗 优先 身影 消失 走廊 须 饼 紧紧 宁可 遭遇 气喘吁吁 以为 难熬 机灵 害羞 等候 呼吸 精彩 鼓励 走进 课文 电梯里的一分二十七秒 对我来说 曾经最难受的 是那电梯里的一分二十七秒 我幸运地通过了考试 进入了这家公司 刚刚开始工作 一切都还不熟悉 一切都令我紧张 我最大的问题是 不会和陌生人打交道 尤其是上司 一天早晨 我在电梯里 遇见了我的顶头上司 因为电梯里 只有我们两个人 巨大的压力 立刻包围了我 我紧张得要命 早上好 李总 我小声说 我感到自己的脸很热 他看着我 微微点了点头 早上好 电梯慢慢上升 他问我 你是哪个部门的 我低着头小声回答 市场部的 他想了一下 市场部 今天有什么计划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说 见客户 什么客户 具体是做什么调查 天哪 为什么他有这么多问题呀 我忽然支支吾吾起来 脸上开始流汗 幸亏电梯终于停下来了 门打开了 我赶紧说 您先请 他礼貌地说 应该女士优先 看着他的身影 消失在走廊另一端 我长长地虚了一口气 才发现 自己一直紧张地 秉着呼吸 从一层 到我们这十七层 时间仅仅过去了 一分二十七秒 可是这一分二十七秒 对我来说 却像是一场考试 那么长 而且没有比这次考试 更糟糕的了 我决定 从此不坐电梯了 我宁可爬十七楼 也不想再遭遇这样难受的事了 我真的不坐电梯了 开始气喘吁吁地爬十七楼 我整整爬了一个月的楼梯 同事们都以为我在运动减肥 在这一个月中 我脑子里总是出现在电梯里难熬的 一分二十七秒 我知道 自己不是一个机灵的女孩 很可能下一次和上司相遇时 又害羞地什么也说不出来 但是 想来想去 还是应该改变自己 因为我不可能永远不坐电梯 也不可能永远不跟上司相遇 如果不努力 我就很有可能 得爬一辈子楼梯了 对 我得努力改变自己 一个月后的一个早晨 八点三十分 我等候在电梯口 终于 我看到我的上司了 我深呼吸 微笑着问 早 李总 他看了我一眼 根本记不起我是谁 早 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还是有点紧张 但是 已经不出汗了 您 昨晚看 温布尔登 网球公开赛了吗 很精彩的 我主动开口 我已经知道 李总 和我一样 是个网球迷 果然 果然 他的脸上 出现了笑容 你也喜欢网球吗 是的 不仅喜欢看 还喜欢玩 电梯 慢慢上升 我们聊得 很愉快 电梯 很快就到了17层 我和他 一前一后 走出电梯 他问我 你是本地人吗 我不是本地人 在这里 还习惯吗 越来越习惯了 好好干 有什么困难 找公司 我们会帮助你的 谢谢您的关心 他的身影 消失在走廊另一端 他给我的鼓励 却留在我心里 还是1分27秒 但这一次 却令人难忘 请不吝点赞